成为第三个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 陈清廷报导 由神八的摄影机最初可以看到 整个天宫一号 连它的太阳板也都看得很清楚 而由天宫一号的角度看 神八由很小的影子 变成看得到的光团 再慢慢接近 只剩下几米的距离 在距离地球343公里 甘肃险西上空交会对接 对接的位置很准确和顺利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与神舟八号 以顺利实现首次交会对接 现在我宣布 天宫一号 神舟八号 首次交会对接 取得圆满成功 除了大批控制人员 在北京的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见证历史一刻的 还有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 总理温家部等多位领导 而正在欧洲访问的主席胡锦涛 也发贺电 神八是在星期二发射星空 去到昨晚11点左右进入自主控制 先后在5公里至30米 四个停泊点短暂停留 等待地面确认位置准备对接 再以每秒0.5米推进 两个航天器接触之后 再经过10分钟拉近和合拢密封 去到凌晨1点36分 完成整个交会对接 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 第三个掌握独立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之后整个组合体由天宫一号负责控制 飞行12日之后两者将会分离 最后再选择时机进行第二次对接试验 去到明年天宫一号也会和神州9号10号交会对接 当中至少有一次是载人飞行 到时中国女太空人有望进入太空 亚洲电视记者陈正廷报道